来,今天咱们来看一道隐形圆的经典问题 用的是四点共圆的技巧 告诉我们正三角形ABC 正三角形ADE M是BC的终点 并且告诉我们CE和DE相等 让我们求的是角E的度数 首先我们发现BAC和DAE都是60度 中间这个角是公共的角 说明角CAE和角E必定相等 我们不妨认为都是X 知道了这个以后再来观察 这里必定是60度 同时ACB也必定是60度 而告诉我们M是BC的终点 如果咱们连接了AM 大家会发现AM作为一条公共的底边 此时它在三角形AEM中所对的顶角是60度 在ACM中所对的顶角也是60度 由四点共圆的定理 我们知道AMCE必定是四点共圆的 也就是说此时这个角是X 那么CE所对的另外一个角 角EMC也是X 而提干又告诉我们EC等于ED 同时ED又必定等于EA 那么此时EC和A相等 说明角EC这个角也是X 那么胡AE所对的ACE和AME都是X 我们发现AMC这个角等于2X 而M又是BC的终点 说明AM一定垂直于BC AMC90度 那么X也就是角E 当然等于45度 这道题目只要大家稍微的理解一点 四点共圆的问题就会非常的方便 学会了吗 小哥